睡覺大王 他的性格到底有什麼用 自主料理什麼時候開啟 寶可夢的升等什麼時候開啟 好友越多越好哦 哈囉大家好我是貓麻 那我們今天要來拍Pokemon Sleep 我們今天同時會解答給大家一些的疑惑 當然這個是貓麻這邊已經出了一部分很多的攻略啦 那不簡單 貓麻動作還算快 睡覺大王 那我們先講一下 各位是不是一直很好奇 他的性格到底有什麼用 他的自主料理什麼時候開啟 寶可夢的升等什麼時候開啟 我們就一次來跟大家做一個解釋啦 好不好各位 我們先講一下 各位應該很好奇他的性格 性格 各位給大家看一下 貓麻這邊整理出來了 巴哈有發 基本上P card已經上精華了 那如果有在追貓麻的文章跟影片的話 應該已經有可以看到部分社群 都有貓麻的這一張圖片 整理給大家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啦 寶可夢的成長整體什麼時候開始 各位只要拍到7隻不同的睡枝的寶可夢 同一隻寶可夢有不同的睡枝 總共累積啊 起來7張就可以開啟 自主料理呢 一樣 拍到12隻 我們就可以選擇自己想要做的料理啦 還有一個東西 社群功能 貓麻最近也收到不少私訊回來問說 社群功能到底有什麼用 加一堆好友好像不知道幹嘛 跟各位講一下 加好友的目的呢就是 各位不是每天早上起來都會有拍一隻寶可夢的照片嗎 然後可以讓其他玩家獲得那一隻寶可夢的糖果 所以 好友越多越好喔 趕快架一下貓麻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我是這裡 欸 好不好 所以越多好友 你拿的東西就越多 當然啦 這也是要繼續每天上線 每天都有玩的時候 互相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等一下就要拍一個 輔助的工具開箱啦 好不好 我們出發 要開的東西是什麼 嘿 這個 Pokémon GO GO PLUS 它其實主要是用Pokémon GO的東西 那呢 照遊戲說明上來說 我稍微講一下 Pokémon GO PLUS強化升級 在Pokémon GO和Pokémon Sleep中使用 那Pokémon GO PLUS本身不具有操作功能 Pokémon Sleep是有點智慧監測我們的一個睡眠狀態 所以各位 有沒有像貓麻發生過這種事情呢 睡得非常的久 結果我們看貓麻5個小時竟然沒偵測到啊 太難過啦 沒有關係 所以我貓麻決定來試一下這款Pokémon PLUS 去做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來開箱看一下到底是什麼囉 好那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做一個開箱 好我們打開來 好它就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呢 就打開來稍微看一下 它本身有一個充電的 那據說呢 使用這個它會給你一隻 特別的一隻皮卡丘 戴著帽子 非常的可愛 好不好 那貓麻的手機 可能現在在充電 等一下我們先把這個充滿 我們再做一個測試 手鍊 這樣就可以鬥上去了 只要 磁吸式的 這是磁吸式的 可是我感覺還是很容易拉掉 這個只是稍微輕鬆方便 還有沒有 還有我們的一個充電線啊 那我們就先來去充電囉 好不好各位 好各位 我們就稍微來臉端一下我們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畫面一部分拍了 一部分拍我的手機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手機 選擇我們複選單 來複選單按下去 這邊有一個登錄裝置 然後有一個Pokemon Sleep 這個連結我們按一下這個 按下去 按下去 好我有感覺到震動喔 同時按下主按鈕跟主鍵 開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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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Pokemon取琴線 他會無法開始測試 那我們再按一次喔 再嘗嘗一次 好我們結束 那我們就可以從我們主頁的一個下方 按鈕測試 那今天爸爸晚上睡覺會嘗試 拿著這一盒 好不好 好 然後據說呢 會有一隻睡眠皮卡丘 各位有沒有看到 很可愛 真的可愛 他右下角呢 會變成一個Go Plus 按下去 然後就可以前往連線設定 這樣子 然後去設一些鬧鐘之類的 然後我們一樣按下去 然後他這邊也有所謂的一個 親密度啊等等之類的 那媽媽就嘗試 試試看啊 還可以按個叫聲 好有沒有 這個 好好啦 OK 我們測試大概就到這邊啦 那貓馬這邊就是 讓他 去連線 然後等下就就請 好不好 各位 好啦 那我們這一部影片就大概到這邊啦 喜歡記得按下喜歡 按下訂閱 按下讚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各位 掰掰 明天